两只猎豹宝宝依偎在小小的箱子 它们差点就被送往人类的牢笼 非法走私猖獗是因为破弯富豪看上猎豹美丽的花纹 不止可当宠物还是社群媒体的炫富工具 这些被囚禁在豪宅的猎豹 因为四肢不懂照料生活不到一两年就死亡 目前全球只剩七千五百只野生猎豹 是十年前的一半 这还不包含中东地区被豢养的一千只 每年还有三百头猎豹输往中东地区 正因为市场夯 民众只要上网就能下单订购 卖家积极推销 因为一只猎豹六千六百美元起跳 台币约二十万野生大猫就能带回家 根据统计 二零一二到一八年间 网络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只猎豹 被兜售的广告 其中高达六成来自沙乌地阿拉伯 执法松散 助长黑市盛行 走私的小叶豹通常出生才几周 怎么经得起颠簸的运送过程 人类的猎奇欲望造成野生动物无止境的苦痛 只有杜绝买卖才没有伤害 大家新闻周博先编译